嘿,我是纪元德 阿小红 你想找我谈谈 嗯,是啊 纪叔叔啊,我想单独跟您谈谈 我不想让小虎哥在场 我能见您吗 我现在在医院门口的电话中等你吧 喂,小虎 小虎,快点 说话 喂,伙子啊,我是纪元德 先回队里 小虎 小虎 现场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线索 就按发现场的迹象来看 小虎一定是遭人绑架了 现在 新支队的同志正在寻找目击证人 他为什么要故意甩开你单独见我 他要和我谈什么 对了 那天 你去医院看凡妈妈的时候 小虎曾经和我问起过你 我无意中回答说 你是我的头 我还告诉了你和凡妈妈的关系 这和他与我见面有关系吗 还要单独见 小虎知道 出院以后要和凡妈妈一起生活 他怕你会不接受的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因为沐吉春是他的亲母亲 他怕我 这真是个傻孩子 难怪他要单独见我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个空档 绑架了马小虎 而绑架他的人 真是马小虎最害怕见到的 也是我们最担心 对他下毒手的沐吉春 现在关键是 他们绑架了马小虎之后 会怎么处置他 就我的分析 无非有那么几种 一种是立即把他杀掉 一种是暂时把他隐蔽起来 还有一种 就是把他转移出境 送回他们的老巢 虎桥山 就我认为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老杰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基本同意你的分析 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他们怎么把一个大活人 转移出境 在你们来之前 我已经通知了刑警队 要求他们在全市进行搜索 让边方警驾向巡逻 检查每一个口岸 特别是对出境车辆的检查 老杰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件事情 要尽快通知老队长 对 小伙 你去安排一下 把这的情况告诉老队长 好 老杰 反应先大人 还是你去告诉他们 好吧 这么晚了你来 没什么事吧 就在三个小时前 马小红被绑架了 被绑架了 谁绑架的 可能是墨基春派来的人 你们不是一直有人保护他的吗 怎么会这样呢 你先别着急 听我慢慢跟你说 停车检查 我有披荐 放车检查 这就是事情的前后经过 因为我的身份让他有了顾虑 不过你放心吧 虎独不识子 墨基春还不至于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已经让各个边方少甲 严密搜索 相信一定很快能找到马小红的 本来他明天就出院了 我答应去接他的 还在饭店定了位 我想把你也叫过去 告诉他我们的关系 我真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 爱陈 小红不会有事的 小红真的不会有事的 老季 要是不把墨基春抓住 小红这姑娘 这一生就毁了 这墨基春为了贩卖毒品 但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杀害 简直没有人性 是啊 老季 你给海童公司发了一张免检批条 有这么回事 是海童公司的余振华向我要求的 他说有批话耽误了时间 要尽快地运出去 我觉得这是特事特办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昨天上午 昨天 怎么就这么吵都发生在昨天 怎么了 你把这件事和马小红被绑架联系在一起了 这完全是两码事嘛 你也不看看 人家余振华是什么人 人家是爱国企业家 为咱们这儿捐款捐物 你怎么能把人家和墨基春扯在一起呢 老季啊 现在反毒形势那么紧张 就算这个余振华是清白的 那他会不会被别人利用呢 这些你想过没有 不是我要说你老季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发什么免检批条 老季 我怎么说也是个副职地长吧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我也是经过考虑衡量过轻重的 你这么说 未免也太不给 太什么了 太不给你面子了是不是 老季啊 都什么时候了 我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嫉妒警察 还讲什么面子不面子呢 你说 洛书英 既然话说在这个份上 要处分要撤职 你看着办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 我既然得负全部责任 绝不连累你 老季 谢谢你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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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妈妈 你是沐济春 我是沐济春 是妈妈 小红 你怎么 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洛伟 你们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批条的事 才和鸡队吵的 洛伟 其实你想想 就算小红 现在已经出境了 可是我们龙兴 有那么多的进出口岸 我们现在又没办法确定 他到底是从哪一个口岸出去的 所以 所以你实在不应该说 小红就一定是被那个批条 给送出去的 你说的没错 但是直觉告诉我 第一 马小红已经被他们弄出了惊 第二 我还是要把他和于振华的那辆车 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 光凭直觉的有用 还得要有有力的证据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装哑巴 骗了我十五年 我不怪你 我把你接来 从今以后 我们母女好好相处 做个听话的好女儿 小红 这些年 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我吗 我生日子 我生日子 都是不想我 我生日子 我生日子 你是 我生日子 你 你 我生日子 今天 肯定 我不是 我生日子 你 我生日子 我生日子 你 你喝不喝 奶妈 你来给她喂药 喝不喝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那三项被调包的毒品 就是随着于振华 捐赠的药芥运进来的 当时我就怀疑过于振华 但是这批药芥 是在邻国采购的 我们只能请求邻国警方 协助调查 而邻国警方调查结果 对我们说 这批药芥 是于振华在境外的公司 委托邻国的药厂代办的 而且他在境外 从事的也都是正当的生意 所以我当时只认为是 慕吉春 利用了于振华这次捐赠活动 可现在看来 事情远远不这么简单 我忘不了 你为了当上老大 设计害死了我的爸爸 你怕我说出去 让婆婆毒哑我 婆婆可怜我 没舍得 十五年了 我没有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 是你生养了我 所以我求你 求你放过我吧 让我出去 我不想和你过这种生活 我也不想过什么公主般的生活 你要知道 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是多少条无辜生命换来的 洛队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监视于振华 我已经申请 对于振华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马上就会批下来的 你们去准备吧 是 另外 这件事 先不要告诉机队 明白了 对于振华 你要真是木极村的人 我绝不会放过你 小红 你别忘了 是谁出钱 让你到国外去学习 又是谁出钱 让你去学琴 我供你吃供你穿 尽管你嫌我的钱脏 但你花的就是脏钱 你回到龙心以后 跟我断了一切联系 可你知道吗 我还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看过你弹琴 我一直是思考 你可以为了你爸爸恨我 但你别忘了 他是怎么对我的 只他先背叛了我 我知道你跟我没什么感情 可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 绝不会放你走的 你既然知道我对你没什么感情 那你还留着我干什么 你让我走 你说可能吗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你放我走 我答应你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你放我走 你放我走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你放我走 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要和你 你放我来 我不要和你 你放我 我说我 你放我 我放你 我放我 什么 我 我 你放你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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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振华 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老大 老大 老把他关着吧 关两天再说 让他收收心 能把他顺利地弄回来 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了 看来于振华这个人眼光不错 干什么 干什么 给小姐送饭的 等会儿 小姐 有再大的事 你也得吃饭 老大 中国有句老话 也包括 你妈妈 小姐 你现在 应该顺从 穆老大 不能硬来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快把饭吃了 你好好想想想我说的话 我先走了 老大 走了 走了 好好好 这个老人 他是谁 他的话 是有意的 人rizio 都是 绕着 初唱 注意 答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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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re 声 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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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怎么会和大毒箱木鸡春扯在一起呢 你再想想 你们医院现在使用的戒毒药品和器械 都是人家捐赠的 人家还说了要捐赠第二批 这样的人怎么会和贩毒集团有联系呢 也不知老洛究竟在想什么 你可以不认我 但你永远是我的女儿 这些年 妈对不起你 我自从干了这一行以后 就越陷越深 只能拼命地挣扎 为了不让别人吃掉 我想方设法当上了老大 你爸爸这个人 你也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 他简直是个流氓混蛋 恶霸罪该万死 死有应得 我再次拿瓶酒 不能再喝了 你别这么激动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我也了解了一些你们的事 你说 要放在以前 我怎么可能相信 在我们戒毒所里 还会有沐吉川手下的人呢 所以我想 也许老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你也怎么也在指责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想的太多了 好吗 但爷妈小红 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会的 我想 沐吉川毕竟是他的亲妈妈嘛 我当年 想把你毒牙 也是为你着想 怕你说出我们的事 现在好了 你又回到我身边来了 以后 妈就拼命挣钱 有了钱 就可以 让你受最好的教育 就可以 让任何人 都不敢瞧不起你 小红 妈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我知道 你是不会理解的 你是不会理解的 这些都是你养的 是啊 这些年来 我想你的时候 就会走到这儿来跟他们说 小红 妈想你啊 你在哪儿呢 他们听了我的话 就会像听懂了似的 给我摇摇尾巴 样子真是可爱极了 我觉得他们真可怜 只能待在那么小的空间里生活 工人观赏 你放我走吧 你要到哪里去 你就放我下山吧 我要是不同意呢 与其这样活着 我还不如死了 放我走 你疯了 你不放我走 我就死给你看 来人 把他带下去 走 这辈子 你别想让我再叫你一群妈 走 走吧 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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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还是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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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